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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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个外套给脱了 怎么了 我打好机呢 我去找一下 您稍等一下 你先做理料 我去帮你找 阿姨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打火机啊 金色的 小小的 打火机 没用啊 这是我的电话 你要是看到了打给我 好 谢谢 谢谢 我还是没找到 但是我跟他们都说了 一找到就给我打电话 走吧 我再找找吧 说不定呢 没关系 走吧 喂 找到了 干吗呀 这不是你弄坏的 这不是你弄坏的 对不起啊 我不该自作主张帮你选排球课 我只是想让你活动活动 没想到 没想到 差点把我送走吧 想问什么就问吧 这个打火机 是不是对你很重要 是啊 你又不愁烟 天天把这个打火机带在身上 是谁送给你的吗 这是我爸留下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家要卖房子 我才从衣橱底下 找到这个打火机 我妈说 我爸是个货车司机 阴影特别大 那个时候刚刚生了我 她就让我妈把这个打火机 藏到她找不到的地方 免得她阴影上来 想在家里抽烟 后来她为了多挣钱 就去跑了长途 最后遇上车祸 人当时就没有了 所以我一直带着她 我觉得这是我爸 冥冥之中留给我的 像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她不在了 我要替她照顾好我妈和我姐 结果我还是没有做到 我妈没了